2023年1月下旬,由海南舰等四艘军舰组成的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从战江截篮起航。 历时30天,航程9000余海岭,先后在南海、西开平阳等海域进行远海联合训练。 海南舰弦号三一,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两栖攻击舰,全长200多米。 大约有15层楼那么高。 它拥有全通式飞行甲板和测制舰头,可同时起降数架中型直升机。 海南舰可搭载几十架各型直升机,使得它拥有强大的垂直投送能力。 机库下方为车辆甲板,可装载数十辆主战坦克、 护兵战车、两栖战车和各类轮式车辆。 海南舰于2021年4月23日入列。 入列之后,海南舰先后与多型舰载直升机、装甲车辆和气垫登陆艇进行了多次协同训练。 2022年10月,海南舰舰长表示,海南舰已完成全训考核,走出了迈向远海大洋的关键一步。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零七五星两棋攻击舰首舰海南舰领前的我们的一个舰艇编队在远海搞了一个联训。 我们知道呢,海南舰在短短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全训。 亚强老师,什么叫全训?他完成全训意味着什么? 全训呢,是我们专门的一个军用术语,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从基础科目到应用科目, 就是到作战科目,他所有的,他所要能担负任务的各种内容, 我们编成不同的科目,要经过全面的彻底的训练, 完全符合作战要求,各项都要交出满意答卷之后, 我们才是称之为完成了全训。 从这意义上来讲,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头, 他就能够从一个新舰变成一个能够独立作战任务的, 它形成战斗力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好,其实关于零七五星两棋攻击舰海南舰呢, 我的同事庄小莹有很深的体会, 不久之前啊,庄小莹登上了海南舰, 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进去感受一下 海南舰的魅力。 我现在在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码头, 在我身旁的呢,就是人民海军零七五星两棋攻击舰海南舰。 新一代零七五两棋攻击舰的入列呢, 使得人民海军的远洋两棋作战力量又迈上新的台阶。 那么在这个宽阔的甲板上呢, 遍布着这样的小圆孔, 这个呢,就是用于固定直升机的寄流孔, 哪怕是在远海着陆时遇到大风大浪, 直升机也能够安稳的停放。 除了我们表面看到的甲板和舰载武器之外呢, 我们海南舰的肚子内部呢, 也是大有乾坤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乘坐升降机到它的内部去看一看。 教导人你好。 你好。 这就是我们升降机的位置吗?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尾部升降机。 除了这个尾部升降机啊, 我们在舰手方向还有一个悬内升降机。 那我们乘坐这个升降机就能直接的直通机库了。 没错, 下面我们就乘坐摄像机到机库看一下。 我已经看到机库了, 确实非常快就到了。 没错, 我们从飞行甲板到机库一共也就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 而且我们可以同时调运两架电带直升机, 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们这个机库可以装载多架电带直升机, 而且除了装载直升机, 我们还具备全方位维护以及一定程度的修理的功能。 075型两栖攻击舰让人民海军的空中突击与火力支援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势必形成跨海登陆作战的超强力量。 好, 看完了短片, 我们发现海南舰内有乾坤啊。 我们来问一下魏老师, 魏老师, 海南舰这样的设计有什么样的好处? 海南舰呢, 其实从它的这个舰形, 包括整体的轮廓来看, 还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 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观, 很多我们的这个电视观众, 尤其是军事爱好者, 把它称为这个准航母或者是小平顶, 就是因为它采用直通甲板的这种设计理念, 而且舰导在一侧, 远远看非常像航母, 但是呢, 它上面主要搭载的, 其实是舰载的直升机。 所以我们看, 在它舰体的尾部啊, 上端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大型的这种升降机, 可以快速的进行转运。 所以从它的这个内部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看出, 它的兵力投送的这个效率非常高, 可以使用数量更多的直升机, 进行立体化的这种兵力投送。 可以说呢, 海南舰的这种服役和入列, 意味着我们两栖作战的能力和手段, 在不断的提升, 在更进一步的完善。 好, 刚才两位老师呢, 已经全方位的帮我们来分析了海南舰啊, 包括了海南舰通过全训考核, 包括了海南舰为什么这么设计。 其实呢, 这已经不是我国两栖作战舰艇首次远洋行动了。 我们知道早在2022年的1月31号, 人民海军呢就出动了包括两栖船物登陆舰, 五指山舰在内的舰艇编队, 前往汤家运送救援物资。 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2022年1月15日, 汤家发生火山灾害。 应该国请求, 中国海军派遣救援运输舰艇编队前往汤家运送救援物资。 1月31日, 执行此次任务的海上运输编队两栖船物登陆舰五指山舰和综合补给舰查干五舰从广州某港口码头出发。 海上航行不久后便遭遇大风浪, 五指山舰横向摇摆超过10度。 任务官兵保持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班, 持续监测物资固定状态, 储藏环境等参数, 确保运送物资安全。 2月15日上午, 编队抵达汤家。 汤家首相来到码头迎接中国海军舰领编队。 魏老师, 为什么这次人道主义救灾行动呢? 我们选择了五指山舰执行任务? 071型的这种船物登陆舰可以说呢, 个儿头非常大, 它的这种货物的运输能力比较强, 特别适合这种海外的救灾行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直升机的机库内部, 包括在飞行甲板上都可以装载或者是容纳很多的这种救灾的物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的海上航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救援物资进行点对点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输送。 甚至呢, 当地的如果说港口的靠谱条件不是特别好, 那么也可以利用它的不同的舱口, 甚至包括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物舱, 较快较方便的进行救援物资的这样的一个转运, 在靠谱港口的时候具有极大的一个便利性。 其实呢, 这也是我们中国海军走向远洋过程当中, 那么去帮助别人, 它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担当的体现。 也是大国实力的体现。 另外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短片里面提到海上航行不久之后呢, 遭遇了大的风浪, 然后咱们的五指山舰遇到了横摇, 这个横摇超过十度这么大的一艘舰, 对它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说呢, 横摇呢是舰艇上最担心的一种危险状态。 最担心的? 对, 为什么呀? 因为横摇呢, 它往往呢会导致警户, 我们没有见到说哪个军舰也好, 或者其他商船也好, 是整个纵摇翻下去的。 都是横摇, 都是横摇, 浪大容易造成损失, 十度的这种横摇情况下, 如果是一般的水面战斗舰艇, 它没有大的问题, 它的稳性非常好, 甚至三四十度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对于这样登陆舰艇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大挑战, 而恰恰面临这么大挑战, 我们还要继续穿行这种风浪区, 而不是绕行, 救灾如救, 它赶时间, 但是又有这种把握, 我能够克服这样的危险, 能够战胜这样的风浪, 既表现了我们一种意志, 又表现了我们高超的船艺航海技能, 我们中国海军的这种大型的登陆舰, 或者说两极攻击舰也好, 船务登陆舰也好, 本身还有这种人道主义救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它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它也会成为和平之中和生命之中, 好, 谢谢魏老师, 谢谢阿强老师, 在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聚焦了近年来, 人民海军在远海大洋执行的各项任务, 从远海实战训练到护航返海道, 从海外撤侨到人道主义救援, 作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 守护海洋安全的重要力量, 人民海军用不断更新的装备, 不断向前的航迹, 展示了新时代海军的昂扬风采,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 把握新制战略力建设特点规律, 推动新装备新力量, 加快形成实战能力, 作为新型两极攻击舰的守舰, 我们肩扛重拖, 承载着向海图强的使命, 奋斗是我们输血新航纪的一有姿态, 新型、守舰两个词叠加起来, 意味着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中处的时间可以过一边去玩意, 中央大家意见往下, 第一, 东边的两个天点给我们去验情, 在把我们的坦装换成完毕过后, 我们调整舰领姿态, 舰手向朝向东南, 要登陆兵提前10分钟, 特别是要保障坦装的火力, 能够对暗杀火力点直接实施打击, 建议明天, 舰载机起飞的航向定为12栋, 至15栋, 两栋登陆是世界公认的最复杂的作战样式, 直面敌人陆、海、空密集的火力打击, 作战窗口很短,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 投送出更多的兵力和装备, 我们不断的优化作业流程, 洞巴洞洞, 第一辆坦装开始饭水, 在洞巴山洞前换出完毕, 最终我们洞狗洞洞, 系列艇坦装还有直升机, 同时抵摊, 国舰已抵达任务海域, 立体投送部署, 立体投送部署, 洞巴五一十三四点出完毕安检, 大保障长组, 开车计划, 转印线线接触控, 委校板提水面, 明白, 委校板提水面, 明白, 委校板提水面, 起降一架飞机, 需要几十个岗位的配合, 保障一个波次, 有近百个操作流程, 天天官兵天天琢磨, 怎么样提高效率, 缩短时间, 剑子十指, 坦装开始饭水, 二十四点, 第一辆卡中, 放水上币, 二十二, 立马, 中心车拍三八指, 六大箭车机, 出空完毕, 电车卡台, 转机开车, 准备实施第一波次, 垂直投送, 准备为, 一至六号起降点, 放飞箭车机, 背变一样的找紧, 可以起飞, 精益求精, 没有天花板, 为了百分之一的提升, 我们必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未来, 我们将操纵更加先进的舰艇,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踢拨展望, 决胜生难, 提到我国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 人们总是用海上巨屋坝来形容, 它体长二百多米, 排水量约有四万吨, 不仅可以搭载多型直升机, 还能为大型气电艇和坦克装甲车辆, 提供海上作战平台, 近日我们的记者登上海南舰, 探访舰艇官兵生活训练情况, 来吧, 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扬帆启航, 相当于15层楼高的海南舰, 内部空间是无比巨大的, 而舰员们的工作岗位几乎遍布舰内的每一处, 驻舱也分布在各个点位, 那么如何确定舰员们的位置并快速找到他们呢, 就不得不提到舰员们特有的舰员卡了, 不仅有个人信息还能精确定位。 人员定位胸卡是专门针对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 船体大, 舱使多, 结构复杂, 等特点, 专门新颜列装的一套设备, 通过这套设备的终端, 我们能快速地对我们的舰员分布情况, 定位情况进行查询。 同时, 在我们的胸卡上还有一个SOS按键, 当我们的舰员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通过按下SOS键, 能够让我们的直方部位快速地发泄并做出应对。 海南舰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不仅有读书室健身房, 还有医疗区保障官兵健康。 任务期间, 全体部门都需要24小时值班, 舰上还会开设夜宵食堂, 给晚上坚守站位的舰员们加个餐。 官兵们常年在海上执行任务, 靠完后下船的机会也很有限, 所以我们要给予舰员们足够的生活空间, 更要做到织兵爱兵, 为官兵们解决好实际问题。 2021年4月, 海南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从那时起, 全舰官兵坚持以占领训, 在搏击风浪当中不断挖掘舰艇的作战潜能。 张新春是海南舰作战部门的主炮手, 作为首批舰员, 他和战友们展开了夜以继日的攻关与探索。 随着人民海军建设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武器装备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大家口中的万发炮, 激发时要有八个装备系统, 可以做到预判来袭目标轨迹并自动。 张新春是作战部门的主炮手, 在他看来, 尽管智能化程度提高, 但对于装备极限的探索, 一刻也不能停歇。 战术软件可以帮我们更快地 符合数据辅助决策, 但我们人也不能放松训练, 对目标的判断, 应急情况的处置, 还是需要我们来进行处理。 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也要靠自己来瞄准激发, 所以对炮的使用了解, 一点也不能放松。 来到海南舰之前, 张新春还担任过 两型登陆舰艇的炮手。 面对性能更先进的舰载武器, 一切又是新的开始。 借助每天对舰炮维护的机会, 从内而外摸透所有零部件。 再到每一次的演练, 不管实弹还是模拟, 我都会在演练结束后分析射击数据, 不断总结来摸清舰炮底术, 从而形成最大战斗力。 作为海南舰的动力核心, 机电部门的官兵24小时坚守站位, 确保各型设备正常运转。 在舰艇最底部高温高噪音的环境中, 每名官兵的手眼耳鼻都练就成了特殊的故障检测仪。 虽然平时工作看不见万寝必拨, 但机电兵却在远海大洋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深蓝航迹。 这片噪音巨大的区域就是舰艇最底部的主机舱, 也是机电部门需要24小时值班的地方, 每次值班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在这期间要不停地走动观察, 确保装设备的正常运转, 因为站位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看到直升机起降, 气电兵出乎, 但他们的作用却是不可或缺的。 进艇部门是进艇的核心存在, 主要负责进艇的主动力装置和辅助机械的正常运转, 以此保证进艇的航行动力, 满足全艇装备人员对油、水、气、电的供给需求。 要想带动这么大一艘舰, 所配备的机器大都是高转速的大功率机器, 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机电的工作不仅仅是用盈看那么简单, 用耳朵听声音,用手背测温度,用鼻子闻味道, 都是机电兵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的方式。 而在发现设备异常时的反应速度, 对机电兵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在机舱,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漏油漏气, 都有可能引发散火造成爆炎的可能, 那都是不可预估的后果。 我们的条件虽苦, 但我们机电的官兵全是守护, 是十分有必要的。 以剑为家欧作伴,万里寻边浪作床, 是杨振宇在任务中写下的两句话, 也是海南剑所有剑员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正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默默指手, 才让海南剑在大海中留下了湛蓝航迹。 我是海南剑舰长张美玉, 我们现在正在南海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 这是我们国家首搜两栖攻击舰。 紧张和压力自然会有一些, 但更多感受到的是挑战和兴奋。 海南剑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搜两栖攻击舰, 对人民海军两栖作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二栖攻击舰制的首搜两栖攻击舰制的主研制作战具。 装甲车辆跟气垫的问题 这种融合了多种作战要素的平台 弥补了我国有海至岸作战装备上的一大短板 作战名利开始划准 做好专门的飞 别过了 但如何让新装备尽快转变为战斗力 压力是巨大的 从单架直升机 到多架直升机 从单波次到多波次的出动 十辆二十辆和三十辆 数量的变化 它不单纯的是简单的榜样 更多的带来的是 各方面的油水气电 以及指挥协同 方面综合的变化 那是指数级的增加 作战指挥怎么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靠谱 训练是连接新装备作战潜力 与形成实际战斗力的桥梁 离开扎实的训练 新装备形成战斗力 就是天方夜谭 我们的未来的海战斗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训练 用战斗来倒逼我们的训练 来反推我们的训练 来牵引我们的训练 所以我们 在每次出海训练的时候 都是把它当成实战的人 来进行的 我是许策 没有想到 我能够担任海军首型 两栖攻击舰 广西舰的舰长 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可能就在明天的出海训练 所以党和人民 把最新的国之重器 交到我们手里 既是信任 更是责任 开始登陆行动准备 开始登陆行动准备 海南舰和广西舰经过一年多的训练 与多型舰载直升机 坦装和气垫登陆艇 等兵力协同配合 已比较默契 如今第三艘两栖攻击舰 安徽舰 也已展开实战化训练 号装队往往能产生联动效应 两栖攻击舰的服役 让海军陆战队 执行登陆任务的方式 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像两栖攻击舰 是下部我们为了作战 重要使用的一个方面 我们由原来的平面登陆 像略海和垂直登陆为主 能够快速地在第一时间 缩等我们抢探登陆的时间 能够快速地抢转我们一线探头增地 为后续部队登陆 创造有利条件打开通道 我们在这一边的领域 这一秒车后你 转转到一番抽点 一番抽点 一番抽点 不过了你 不过了你 你不住了 你不住了 拿不住了 我们可以 不 不 纵览全球军情 热点深度剖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湛江 我面前这艘大船 就是我国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 也是075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 海南舰 今天我们就要跟着舰长 来看一看海南舰 从农家子弟到清华学子 从一名普通的海军军官 到我国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的舰长 到成为今年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他就是站在我身边的海南舰舰长 张美玉 张舰长您好 你好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有机会跟着您 一起登上海南舰去看一看 我们也很荣幸您能够到我们的海南舰来 那我们现在就上舰 好 我们这边去 您先带我看看 这边请 我带你 这个 看一下我们的两核 哇 感觉这个通道好深呢 对 我们两百多米长的通道 整个舰艇 应该说作为这个几万吨的巨舰 这个非常大 像刚才行在这个马车上 好高 觉得 对 这有相当于20多层楼高 嗯 然后两百多米长的房子 这个整个空间 上面有近千个舱室 哇 所以说很多人第一次来 这个或者新兵 可能第一个月都很容易迷路 对 像迷宫一样 对 所以说我们新兵上舰过后呢 很像重要的训练这种机 就是要熟悉这个 啊 熟悉仓死 户局 嗯 对 要知道在哪吃饭 在哪战斗 在哪训练等等 一些的 嗯 哎 这是我们的两功夫 这是 我们一名 这个老班长写的很有才 你比如说像这个第一句 浩荡东风 繁华人间好春色 国父民英更需精兵顾长城 近年来 人民海军持续推进主战装备建设 实战化训练 向沿海远域不断拓展 成为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钢铁长城 2021年4月23日 这所海上钢铁长城 再次注入了新的力量 我国首艘075型两极攻击舰海南舰 在三亚美军港交接入列 当天天高海破 日暖风清 军港内海南舰 长征18号艇和055型驱逐舰大连舰 三型主战舰艇依次排开 按海军最高履移悬挂满旗 经中央军委批准 这次交接入列的三型主战舰艇 分别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18号艇 前号42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 前号10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南舰 前号31 075型两极攻击舰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最新一代 两栖作战舰艇 它的最大排水量超过了4万吨 被网友们称为小航母 海南舰上有一个很大的直通甲板 面积相当于20个标准篮球场 这极大的提高了甲板的作业面积 在这儿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 并且能快速多波次出动 作战能力大幅增强 海南舰的肚子里藏着更多乾坤 它有一个很大的机库 可以停放多架各型号的舰载机 机库前后供两部升降机 调运人员可以通过操纵单遥控 一次调运多架直升机 海南舰不仅是海上的机场 还是海上的船务 海上的基地 除机库外 海南舰还有物舱等装载舱室 主要装载气电艇 坦克 装甲车辆的 气电艇可以用来运送重装 高速的把它投送到岸上 海南舰拥有很强的立体登陆作战能力 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可以与航母组成特混舰队 自从入列以来 海南舰先后多次完成 与多型舰载直升机 坦克和气电登陆艇之间的协同训练 两栖攻击舰在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中 它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两栖攻击舰 它作为一个大型的两栖作战平台 在联合人员作战中 担负主要的投送兵力 也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飞机 气电艇通过其他的装载设备等等 把我们的陆战兵力投送到登陆作战场 参加我们的联合的登陆作战 第二个的话 我们作为两株攻不仅具有联合作战能力 我们的远洋能力也很强 所以说我们在比如在海外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远海部署 可以取到警戒威慑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答复很多多样化军事任务 比如说我们可以撤桥 那我们要撤的时候 可比我们修建多了多了 这一下子撤可就是两三千人的撤 不是几百号人的撤了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国家要受灾了 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国际的约组医救援等等 这方面能力很强 它能装载很多东西 您刚刚说到两株可以执行多样化的军事任务 那它在组团的时候 可以有哪一些组团的方式呢 这可能很多 看你干什么事情 你比如说像 那作战的时候就不用说了 你可能是担负登陆啊 还是担负这个威慑 还是担负某一个作战节点的这种资源掩护等等 它不一样 所以说根据这个不同的 或者说比如你去撤桥的时候 或者是你去人道主义救援的时候 那你撤桥的时候 你想想那肯定你要搭载很多这种新的铺位啊 或者一些我们的祖父石后勤物资 你得加强 同样的 你要是做人道主义救援的时候 你得进行一些医疗物资和医疗设备的加强等等 类似的 不同的任务 有不同的装载方式 所以比较灵活 两栖攻击舰也被称为是直升机航母 也就是说它出动的时候 不是只有咱们这一艘舰 往往还会有其他的舰艇伴随 那这个组成方式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那我们肯定是作为指挥舰 那旁边的话 最传统的警戒护卫的舰艇 像一些驱逐舰啊 护卫舰啊 必要的时候 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作战资源的 比如说我们的补给舰啊等等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任务 进行不同的编组 一定是一个编队出行啊 是的 海南舰作为中国海军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 其使用与训练都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质 全训合格考核是对舰艇战术水平 指挥协同 应急指挥 心理素质等项目的考核 2022年10月 075型两栖攻击舰首舰海南舰和2号舰广西舰 组成登陆输送群 赴南海谋海域开展联合立体登陆 海上航行不济等多个科目的全训合格考核 刚刚抵达目标海区 战斗警报随即拉响 编队各舰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立体登陆考核 正式拉开序幕 起飞后左转出航 向机降点出击 在飞行引导员的指挥下 海南舰甲板保障人员迅速解除系统所 搭载登陆队员的舰载直升机起飞 实施登陆作战任务 与此同时 由海南舰广西舰搭载的气垫艇 两栖陆战装备泛水前出 向滩涂阵地发起突击 考核过程中 舰载直升机需要通过不同的起降点 进行起降训练 此外 舰载直升机气垫艇 在出动过程中 还要进行人员换乘 以及燃料补给的内容考核 完成联合立体登陆考核后 海南舰广西舰立即转战任务海区 开展海上补给课目考核 海上补给步骤 准备1号3号7号 横向动拐动 横行至普及海区后 海南舰迅速占领普及舰 左前横向普及阵位 组成普及队形 并迅速在两舰之间架设承载所 开始普及作业 战水普及完毕 解除海上普及部署 在两舰官兵的密切协同下 海上普及课目顺利完成 在之后的几天里 海南舰和广西舰又开展了连续多天的实际使用武器项目考核 树莓干扰弹呼啸而出 空中爆炸形成百米电磁迷雾 来袭导弹丢失目标信号 空中险情暂时解除 紧接着考核组临期发布数价敌击来袭险情 贺舰收到指令后 立即扩大雷达搜索范围 加强对空警戒 副炮做好对空抗击准备 来袭敌机在首轮射击中就被歼灭 在训练中心的指导下 海南舰和广西舰完成了全科目训练与考核 形成了两栖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023年3月 海南舰与导弹驱逐舰呼和号特舰 导弹护卫舰柳洲舰 和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 组成远洋编队 前出第一岛面 进入了西太平洋海域 完成了历时一个月 总航程近万海里的远洋训练 这是中国海军两栖装备体系发展的里程碑 足舰在如此短时间内 打造的两栖打击群 对于摸索新模式 新战法意义巨大 标志着国国海军两栖作战能力 由平面走向立体 由近海迈出远洋 从2021年4月23号 正式加入人民海军序列引擎 海南舰全体官兵 施筑在舰铁 摸索了前进 先后完成了航行试验 装备适配性试验 等全部试验设行内容 目前他们已经具备 更合理的协同方案 更优化的人员配置 更精准的两栖投送能力 补齐了国国两栖作战力量 土器的最后一块短板 大幅提升了人民海军 远海护卫及登岛登陆作战能力 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 维护国家领土和领海主权的能力 在舰上走一走就发现 我们的官兵都非常年轻 是的 主要都是00后和95后 这些年轻人们非常多 然后也非常有朝气 但也还有一些老班长 又十几年 二十几年 这个兵临的也有 但是主体还是年轻人 包括我们的军官都很年轻 很多都是95后 现在他们的学历层次怎么样 学历层次很高 我们现在见上这个 专科学历以上的 已经超过 已经过半了 所以整体上的这个 大家的文化素质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特别说 你说对我们这么 现代化的大型的武器平台 装备性化程度很高 各种新技术很多 你还得把它研究明白 那还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 才能够弄清楚 对 这边的战士也跟我说 平时要看的技术资料 厚厚的一打 有很多知识是需要 光一个班的资料 可能就已经一打了 像我们要看资料 可能要更多了 所以说 有时候为了方便大家学习 采取的方式 一般都是说 我们见领导带头 采取这种官交兵 兵交官 官兵护学的方式 让班长们 让这年轻干部们 给大家讲课 他在给大家讲课的 给大家示范操作的同时 也是强化自己学习 所以说以这种类似的方式 倒逼大家去 学懂弄通自己的装备 把训练 各种勤务 都搞清楚 这样的话你才能给大家讲课 才能给大家做示范 所以我们会营造这种比较浓厚的 笔学赶报超的这样一个氛围 我看到您还编了很多的这种手册 对 各种类型的手册都有 从喊话的中英文 一直到很多的技能手册 包括这种作战手册等等 您自己算过吗 有多少种 很多种 既有战备训练的 你包括跟直升机 从出库牵引到放飞 整个过程中的作业的各种方方面面的 作业的标准流程 我们同样的 我们的像这个车辆库里面 各种两期装备的作业 跟气垫层怎么协同 在我们电艇内部各部位之间 我们这些管理方面的 安全管理 巡查 巡视 你要怎么才能做到 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一种 精细化管理 科学化管理的思想 而且海南舰还是 零七五星两期攻击舰的手舰 那作为手舰的舰长 所要承担的职责任务 是不是会更加的艰巨一些 那必然的 咱们要这个立标杆 要这个给大家出规范 然后要出标准 同样的 你干的活都是这种 开拓无人区 填补空白 所以说 没有那么多前任的经验 可以参考 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要需要有这种 大胆的创新的精神 要有担当 同时还要善于总结 和固化我们的各种成果 就像刚才你说的 各种手舰的标准 标准作业流程 等等一系列的 那样还要善于总结 这样的话 才能给我们后来人 给其他同类型的其他舰艇 提供参考和借鉴 现在我们的装备越来越现代化了 那对于人员的素质 也是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那您作为舰长 要来带这样的一支队伍 是不是也是挑战很大 是肯定是有一个挑战 所以说要不断的学习 什么都得学 从航海到通信 到雷达到导弹到火炮 再到两栖作战 再到我们的坦装 舰载机 各种各样的 你都得懂 您对您的兵 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怎么样能够让人员的素质 能够跟我们这种 现代化的装备相匹配 这个人员 包括队伍的建设 始终是我们 放作为一项 这个中心工作在开展的 那具体怎么做呢 比如我就想拿个举个例子 咱们在架势看到的 那小舵轮 你说要是单纯操纵来说 那很简单的 左舵右舵打的 那这个给你两三个小时 简单培训一下 你都会 但是你光会操作不行 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还要学这个技术原理 然后学它的系统组成 学它的基础原理 再有的话 装备会坏 会故障 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那要学它的 故障排除和应急处置 最后 还要学它的 技术术运用 所以说 它是一个 连续的系统的思想 只有说这样子的话 它在会操作的同时 它能懂原理 然后懂系统结构 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我们在操作 自己设备的时候 你得清楚 你在为谁服务 谁在为你服务 这样的话 你才有一个 系统性的思维 这样的话 你才知道在系统中 我该发挥什么作用 我这边如果有问题的话 会影响到别人干什么 咱们每一个站位 每个人员层面来说 它可以把它的主观能动性 把它的自主性 发挥出来 这样的 我们就是像一个 这个牢固的网一样 形成一个体系 才能形成我们的 最终形成我们的 联合的作战能力 张美玉 出生在贵州 一个依山傍水的苗栋山战 2001年 他被清华大学经历遗器 与机械学系国防班录取 大学期间 张美玉更加坚定了 投身国防事业的信念 逐渐树立起 到海军部队去 到南海一线去 到作战舰艇去的人生目标 临毕业 成绩优异的张美玉 获得了清华大学的保研资格 但他放弃了清华保研 继续追寻投身海军的梦想 2005年9月 张美玉穿上军装 成为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航海系的硕士研究生 两年半之后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张美玉 再次面临抉择 同学建议他接着读博 朋友劝他去海军机关 最终张美玉 毅然选择了上舰 2008年3月 张美玉登上相反舰 担任副官通长 历任舰艇副部门长 部门长 参谋 副科长 科长 副舰长 代理舰长 护卫舰舰长 2020年初 张美玉通过舰长全训合格考核 成为三亚舰舰长 2022年 张美玉成为我国首艘 两栖攻击舰海南舰舰长 任海南舰舰长不到一个月 张美玉就基本掌握全舰装备性能 他带头大兴学习研究之风 向科技有战斗力 被官兵们称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每当有外军舰机抵近侦察袭扰的时候 张美玉总能从高度速度 雷达信号特征等方面初步判明目标性质 从他大脑中存储的敌情资料库中定位具体目标型号 擅闯我国南海海域的外国军舰 倚仗技术装备优势 试图摆脱我国军舰的追踪 张美玉通过对外国军舰技术装备的了解和分析 捕捉外国军舰在行驶中出现踪迹 创新地制定出了扬长臂短的追踪驱离方案 从军禁二十年 张美玉历任六型七艘舰艇 先后参加了亚丁湾护航 中外连演等三十余项重大任务 荣立二等攻三等攻各一次 您执行过很多次的重大任务 包括亚丁湾护航 也包括很多次的战备巡航 哪一次哪些瞬间您印象特别深刻 特别深刻的 有那么几次确实非常深刻 你比如说在这个亚丁年 我第一次去亚丁湾护航的时候 当时那个时候 这个海盗还是比较猖獗的 然后我们这个护送的商船的船队也非常大 每次当我们把商船安全的护送通过亚丁湾过后 到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的商船们 他会通过各种形式 感谢我们的人民海军 比如说有些商船会在这个甲板上用油漆 图上这几个大字 感谢祖国 感谢人民海军 也有些商船可能会拉出横幅 这商船通过过后 他同样的会在电台里面 在高呼 感谢祖国 感谢人民海军 感谢人民子弟兵 这种时候我们作为一名海军官兵 作为一名水兵 内心的那种自豪和荣誉 确实是一下子感觉到再辛苦再累 那也是值得 您参加过无数次的这种战备巡航 那你们在战备巡航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紧张的对峙局面 跟外国的舰机 这肯定是有的 在战备巡航过程中 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 我在三星舰当舰长期间 我第一次在担负应对外军舰艇 冲船我们西沙宁海的时候 当时作为舰长 第一次担负这种任务 还是略微有一点紧张的 说实话 我们中外的舰艇 在这样高速的情况下 这距离也不是 距离相对来说还算近 对于海上来说已经算近了 一起高速的机动 在边机动过程中 要边驱离边处置 要见它进行驱赶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中国海军 我们绝对不挑事 也不惹事 但是我们绝对不怕事 作为我们来说 第一 坚决听从上级的指挥 第二从军人本质的角度上说 我们要随时做好 应对突发情况 也就是说万一要什么情况 我们做好随时反击的准备 希望在有朝一日 一旦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行动中 需要我们 关键时候一定能够 拉得出 上得去 打得赢 您作为一名舰长 对于海军未来的发展 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作为海军官兵 作为一名水兵 我希望的就是在未来通过我们海军的不断的建设发展 不管今后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 只要我们 人民需要 我们一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给予我们 祖国和人民 最坚强的保障 2023年八一前夕 一名海军舰长吸引了众多媒体记者和学生的目光 这些统一穿白T恤 胸前一扭校会的同学是从清华大学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次舰的舰长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学长 就是对他的传奇故事 我们是希望能来到这个舰长具体去了解关于他的一些传奇故事 大家好 我是海南舰舰长张美玉 也是你们的学长 确实今天 怀到激动的心情 能够以舰长和学长的双重身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海南舰 张美玉 我国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的舰长 入伍以来完成重大任务三十余次 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让清华学子好奇的是 眼前这位和他们有着一样学习经历的学长 为何会选择来到军营 又是如何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海军舰长呢 带着好奇和诸多疑问 学生们开始了这段特殊的探访 为了解答这些好奇 让来探访的学生在短短三天内 切实感受水滨生活 张美玉为他们设计了三个体验课目 那么这些课目拥有哪些实战意义呢 各位清华同学 欢迎你们来到舰艇水滨考场 想要上舰 想要当水滨 洗礼和考验是他们需要精力的第一关 也是保证舰艇生命力的最后一道防线 存管科目之一考验 需要官兵们在船舱发生火情时 用最短时间穿好装具并处理火情 准备好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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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衣服跑上去也觉得很困难 但是当我们跑到这个消防船那里拿到这个水枪的时候 这份水枪很重 物理上是一个水量的重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从精神上也是就是我们 作为穿上这一套衣服 灭火的这个责任 这个任务 我觉得也是很重 很颠颠的 还是很恐惧吧 因为那个大火它跟人一样高 然后 然后你下去了以后 它直接就扑过来了 咱们今天的训练主打的就是一个食于火之河 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堵漏方舱 在这个密闭的狭小空间里 学生们要经受一次洗礼 模拟的是船体发生漏水情况时 大家如何能在第一时间用器具进行堵漏 当我们在下到破损仓室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快速判断这个破损仓的位置 以及准确的判断这个破损的面积大小 也需要用一个相应的什么样的合适的堵漏器材 来进行我们的破损的控制 模拟空间下 大家勇敢地在漏水舱室内完成着极限挑战 即使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也全然不顾 他们其实是害怕的 不管是热也好 还是这个水浇在身上也好 其实这几个科目都是我们日常中最平常 最稀松平常的一个事情 就像舰长跟他们说的 你们所体验的一天 是我们战士们的365天 就是我们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 实战当中 舰艇舱室一旦发生火灾或破损尽数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存管科目灭火和堵漏 是美名水兵的日常必备 也堪称舰艇的保命绝招 左压右 然后打一个简单截 右压左 打一个简单截 拉紧后 就是一个平截 平截水兵多用于出海前固定可活动的物品 而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使用平截的频率也很高 比如寄鞋搭 边手链 或是高楼逃生时连接闯单 单套节的眼环更加结实一些 单套节也是 先做一个临时眼环 就在这个绳干这一头 握成一个眼环 然后将另外一头绳干 搭在眼环上 然后捏了这两个绳 单套节是可以用作 我们在户外登山 或者是高空作业的临时保险套索 单套节的用途更为广泛 常被水兵当作闲外作业时的安全套索 因此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 可以充当登山时的临时安全带 各式各样的绳结是水兵们手中最实用的工具 舰上的每一位水兵都掌握着十余种打绳结的方法 之前在海上可能会遇到海盗或者是你在作战过程中会抓捕 俘虏等等 在那个时代我们手上又没有什么手铐或类似的 那你想把它绑起来 那怎么办 在众多绳结中水手节最为惊艳 学生们的好奇心又被勾了起来 水手节为何以水手命名 还有什么强大的功能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预先把水手节准备好 一旦要用的时候随时逆收紧 在水兵实施反恐处途任务时 水手节的高频应用就是在无其他帮助下控制海盗 控制效果极佳 大家可以看 你可以尝试的看一下 这只会 它会越弄越紧的越紧 而且一旦绑得很紧过后 你自己是没法解的 那么一根根普普通通的绳子 在水兵手中多快就能派上用场呢 学生们派出三位代表 准备和班长比试比试 预备 开车 五 我一个了 班长这边是45秒 班长的完胜并不出乎张美玉的意料 毕竟这样的速度是舰上每一位舰员 今年累月练习的结果 与此同时 清华后浪们在舰学课目上的认真劲 也让张美玉 Stan 不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小时候 我常在窗口思想 在那边是什么呢 妈妈给我说过 这里是张美玉 童年时期就读的小学 课文里所描绘的山那边的海 就是张美玉小时候 一直向往的远方 小的时候呢 门后是山 门前是河 一直都是在这个 要么爬山 要么下河 就在这么一种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说就有一个朴素的想法 就想好好读书 走出大山 去了解更宽广的世界 那么 为何在考上清华后 张美玉又选择了参军入伍 去舰艇学院读研呢 这让清华学子们十分好奇 到底是什么力量 让张美玉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呢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你要知道我们一名舰长 从本科毕业开始 他成为一名舰长 平均需要15年 从一名普通的部门干部 到后面 成为到副舰长到舰长 我们的理论知识 加起来 差不多一米厚的高度 即使成为舰长的这一路并不好走 即使早已远离学生时代 但曾在象牙塔里养成的学习尽头 和热爱运动的习惯 却保持到了现在 成为了海南舰全体舰员的标杆 很多初识他的人 都会被他的这种态度 深深蛰伏 我刚到三样舰的时候 舰长也才到三样舰 九个月 然后但是 跟他的交谈和工作中 他把感觉他 最权健的 运行管理 装备管理和坐在运用 他都是能够融会贯通 作为舰长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你会经历这个专业观 带兵观 而且伴随着整个军理生涯的 思想观和勤管观 千锤百念 事实上 海南舰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 新一代两栖作战舰铁 它的出现标志着人民海军 在两栖投送能力方面 又有了新的提升 且自2021年4月入列以来 更是催生了立体化作战的新思路 发挥出了强大海战平台的作用 因此 除了坚持自身学习之外 张美玉也在时时刻刻 关注着舰上的后浪们 为他们制定完整的成长计划 他叫戴鹏邦 毕业后就来到了海南舰上 与其他年轻干部一样 这些后浪都需要先经历 直跟观这个岗位的魔力 没放飞天机 那么直跟观是怎样的一个岗位 直跟观实质 我航线航速稳定 可以打开尾门尾下板 作为直跟观 你必须要深入到每个站位 每个部门去学习 去研究 只有这样了解完以后 你可能才能够更好地辅助操纵指挥员 起到一个参谋助手的作用 在大鹏邦的记忆里 刚刚独立做直跟观第一天 让他终身难忘 让他终身难忘 报警官 方位动动动 距离15海里 发现不明目标 师父有AS信息 无AS信息 检查师父有其他舰船信息 无任何信息 再次检查师父有其他信息 无任何信息 战斗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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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报响起 层内的气氛 瞬间简张起来 各部门文令而动 迅速到达站 随着全舰战斗系统的启动 舱内的气氛 也达到了战斗前 最紧张的状态 而随后电台里 传来的声音 却让战鹏帮 感到十分尴尬 组织光学设备 查看目标情况 王尔舰长 经光学设备 及文外观察 目标综合判断为 集装相传 原来 促使战鹏帮 拉响战斗警报的 不明海上目标 是一艘破运商船 说起来也比较尴尬 一拉警报 大家全都动起来了 所以还是有些愧疑 其实战鹏帮这一次乌龙 并不是偶然 经验丰富的舰长张伟玉 在战鹏帮 数次担任航海之更关 在海上航行时 就发现了他的问题 前方渔船较多 直观注意操纵 直观注意操纵 前方向左五度 向左五度 向右两度 向右两度 好像三四两 前方 后面还有一艘渔船 别光顾前面不过后面 每次在航行 遇到渔船数量较多时 战鹏帮就会下意识地紧张 口令总是不能一次到位 张伟玉就抽空 给他讲课补习 希望他能更好地 运用专业知识来补习短板 这是练 这是角度 这里面这是海里 这个舌塔 是用角度不是弧度 就在我们身上 几度几度 那么像这样情况下 你想快速的不算 就很快 在舰长张美玉的授课下 戴鹏帮逐渐找到了感觉 业务能力 也在一天天飞速进步 因为他们都是未来的舰长 他是未来的指挥员 你把他们练墙了 那我们今后还担心 打不了肾脏吗 就像他说的 他是在营造一个环境 一个氛围 然后他再培育土壤 把这个土壤 这个氛围 营造好了之后 那么任何种 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 他都能开花结果 除了来自清华大学的 后浪的探访外 这两天还有两位特殊嘉宾 来看望张美玉 他们是谁呢 这次回来看我爱人 您有多久没见过您爱人 不是个夜晚的 我们平时没有去计算 五年分两次 一次回来是十三天 一次回来是十二天 是这样子的情 那些巨少离多的日子 全部变成妻子眼底的思念 马上要见到爸爸 儿子冒冒 却开始盼望着 和爸爸在一起玩什么 我带了一个四号足球 我和我爸爸 一起在大场上 那你觉得在大场上 能踢足球吗 我觉得在大场上 会很逼 哎呦 哈哈来爸爸天天哎呀 哎呀 这 高了好多啊 都高了还是 你三岁那么高了吗 都给你 哎呀 妻子和儿子的到访 让张美玉感到幸福的同时 也有着满满的愧疚 因为一直忙 有时候这个妻子开玩笑 说我们的爸爸都是手机爸爸 那你去开个飞机 第一次来到爸爸工作的地方 眼前的一切让茂茂感到无比好奇 爸爸这地板上面一个黑黑的圆圈 是不是我们平常下五指棋 有点像你下的五指棋是吧 这不是五指棋 爸爸掰一个给你看看 这是寄流口 我们用来固定飞机的 海上不是很摇晃吗 那怎么避免飞机摇晃起来 就把它记在这个甲板上 那这就是我们的寄流口 你看那边还有很多 很多军舰看到没有 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强大 海军也越来越强大了 我们的军舰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了 那个想不想跟爸爸一样当海军 想 当海军很辛苦 我告诉你 回不了家 天天在海上还要 这个又风浪 你怕不怕累啊 我怕 我怕 儿子的回答 让一张美丽感到十分幸运 孩子确实长大很多了 所以说每次 这个想想 还是很 这个 亏欠这个 家人的 这是一本张美玉珍藏了多年的相册 里面记录着他成为海军后的每一段珍贵记忆 也见证了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坚实步伐 这本影集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基本上 记录了我 叫到海军 特别到了建天部队15年以来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这是我当天的刚好第一次这个 才在训练 这个训练我们成绩还不错 直接就靠墙把握 是很漂亮的 对我们来说是心很震撼的 心很痛快 应该说 所以当时打完工我们的外国同行 就直接在电台里面用英文干的漂亮 有些商场像这种 就是打韩服 感谢祖国海军保驾护航 祝祖国繁荣昌盛 这就是海军官兵的幸福的地方 可以当海军闯大洋看世界 最后一页还没放吗 最后一页留给我们海南建的下一次 这个精彩瞬间 就把我们的后面的战备信念成果 把它放上去 后续我相信我们的精彩瞬间会越来越多 我相信今后我们会越来越好 留一张给未来 对 那在最后呢 就教大家一首我们水冰比较爱唱的军旅歌曲 就是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我先起个头 大家会唱的呢 可以先跟着一起唱一下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一起唱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祖国的海江庄里旷逛 我爱太阳送你山峰 一个年轻人 一个青年 你对自己的母亲 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深圳的爱 我觉得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呵护它 去守护它 去保卫它 未来张美玉和舰艇上的水冰们 还会继续批拨展浪 把勇敢和忠诚 献给祖国海江的 每一寸深篮 2023年下 中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海南舰 在南海母海域 正在为即将进行的 立体投送演训 锦罗密鼓的准备着 我要成功告示 1号要点赞票跟着 开始 而组织这场立体投送筹划的 正是海南舰上校舰长张美玉 在适当的时机 安全高效地投送出兵力 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这考验着舰长的指挥筹划能力 作为全舰的指挥官 张美玉并不是一个 安于坐在指挥室里的指挥官 战前了解 每一个站位的被变状况 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那一定要把器材检查到位 确保有情况 我们随时可以处置 明白 现在成功性的情况 如果不走这 还可以 如果走全舰 的话 我们一定记得做好的气垫 气流 特别是 喊咬的比较厉害的时候 像那边 一定要做好 然后跟加强队周边 预标观察 两栖东路是世界公认的最复杂的作战量室 海南舰作为中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的首舰 每一场演训 每一次筹备 都意味着 对两栖登陆作战样式的进一步探索 谁能想到 一年前 张美玉还是这艘舰上的新人 如今他成为了海南舰 首位通过全训考核的舰长 带领全舰通过全训考核 形成平台综合作战能力 准备为一至六号体仰点放飞舰载机 背面一号小警 可以起飞 他的这种严谨实干 深入一线的工作态度 源于他当兵十八载 对梦想的执着 2005年 张美玉从清华大学 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 国防升班毕业 学习成绩优异的张美玉 放弃保研和留北京工作的机会 毅然决定到海军 大连舰艇学院继续深造 在大连舰艇学院研究生毕业时 张美玉又面临了第二次人生抉择 当时也有个各方面的思想上的冲击 冲撞 自己内心方面也在反复的 最后抉择时也会问自己 我为什么来到军校读研 最后当时有那么一天 晚上想的干脆第二天跟老师说读博吧 留下读博算了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 下子就从床上 惊醒过来 就像做噩梦一样那种感觉 整个精神上像垮了一样 缺少了自己内心身上 一直支撑自己的东西 那是什么 到部队去带兵打仗 那种初行 到军火热的军营 到大海上去 到舰艇上去的 那种初行和理想 但是如果我不去 我就那么放弃的话 我一定会后悔 从大连舰艇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 张美玉来到了海南三亚的 一支驱逐舰支队 在那一待就是15年 这15年 张美玉经历了五行七艘舰 从一名副官通长成长为了一名舰长 担任舰长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的经历 让张美玉记忆深刻 当时是一艘外国舰艇 冲藏我们的细杀领海 那么我们作为一线应对的舰艇 那么我们跟万一舰艇一起高速并驾齐驱 为了避免被他甩掉 时刻关注了他 关注他的这个 实现尿敌而动 跟着万一舰艇一起同步 加速 你想想那一秒钟十几米啊 稍微这个有一些行动的话 那会这个就可能会有这种 冲撞的危险 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个首先操作情况是 精神是高度紧张的 作为舰长来说 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的政策法规 进行喊话警告 进行驱离 同时的话还要进行一些 法理的取证 炮和导弹 你得做好随时使用的准备 该挂弹的挂弹 电缆该连接的连接 一旦敌人要是有什么妄想 或者有什么异动 那上级一旦上级一身立下 我们立刻能够做出坚决的 坚决反击 2022年6月 张美玉调任至 两栖攻击舰海南舰任舰长 虽然有着丰富的舰长经验 但从千吨舰到几万吨巨舰 从单一作战样式到复杂作战样式 张美玉的压力也是不小的 有很多东西要从头学起 业爱管车在这 对 本人二号泵 对 本人三十号泵 对 再加上这种管车 所以说它从这块的话 到下面的执行机构 对 以前走的是暗管 我们这边走的是民管 就是所有的管车都在可见范围之内 是两台 这个业爱作息 正常工作 这样子待会儿我们在下面去舱底 再看一下整个业爱执行机构的情况 好 好不好 好 小心 没什么 走走呗 你看这个地方 没有护栏 都在那么大 然后下面就是这桌子 这桌子 这桌子 这桌子上看的话 翻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执行机构的嘛 是吧 对 是一个专业圈 它跟我们平常的这种分布不一样 白天 张美玉向各个站位上的班长请教 在现场实地弄清楚每一个问题 晚上 她又常常翻阅资料到深夜 就这样 不到半年时间 张美玉从这桌舰上的新人 变成了最了解这桌舰的人 从一开始她向别人请教 变成了现在能够给各个岗位的战士们 讲课的老师 我们每次交接班上来的时候 都会先小声问一下 是不是舰长值班 因为和舰长一起值班的时候 舰长特别喜欢问问题 他问的十个问题里面 我们可能有九个半都是不知道的 然后那么他就会 说我们不知道之后 他就会再给我们解释 可能通过舰长这种随时提问的这种隐形触发技能 然后会让我们都主动地刺激了大家主动学习的热情 除了带领全舰官兵不断学习 张美玉来到海南舰之后 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优化总结制定新的规范 优化导弹装载流程 提高效率 是张美玉一直惦记着要去做的事情 在实战中 一秒钟往往就能决定胜负 烈日下 甲板表面温度可达七八十摄氏度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工作 就是舰上的官兵作业的常态 休息日也好 工作日也好 他聊天 我们平时聊个两三句就转到工作上来了 我们把他拐出去 他聊个两三句马上就又转回工作上来 他一直属于这种被变状态 随时准备战斗的这种状态 舰艇兵常年在外 经常没有时间和家人团聚 有机会休假 张美玉总是把休假让给战友 过去的五年时间里 张美玉只回过家两次 一共二十五天 这个就是我们值班之心派遣本 然后有一次值班的时候 我会发现 尤其是很多的休息日的职工 都是我们舰长在值班 然后你看像这个标着休息日的 就是我们休息日的值班 就标着休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舰长 你看像这边也是 然后这边就是政客日的值班 像这边都是美玉舰长 像这边的休息日 这边休息日也是我们舰长在值 检靠岗的时候 张美玉每天工作结束 都会打开手机中的小学课本电子书 准备一下要给儿子辅导的课业 不在孩子身边 这是她陪伴孩子成长的另一种方式 不能回家就只能通过电话辅导 她也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 冒冒 爸爸在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在保护和你一样的小朋友 和小朋友的父母都能够在我们的国家 好好的生活 她有一颗赤子之心 她曾经和我说过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但我一定要在这个岗位上 一直奉献到自己的最后那一刻 她常说 宁可透支生命 绝不欠证使命 入伍十八年 张美玉在每一个岗位上 都以奋斗姿态 金武强能 牵头组织几十次重大演训任务 摸索总结出二十余项研究成果 对我来说 最大的荣誉并不是说是 立几次公安或受几次表彰 我觉得 这一次是重大的任务 是经历和考验 那就是最大的荣耀 和最大的军工账 今后 在海南线 把我们的基础技能 基础打得更好 把我们的核心能力 练得更强 随时随地能够出现在 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国家利益所致 两功使命必达 这也是我们今后的目标和方向